有人反映你收受了一万美元的现金 您就是把我家里翻个底朝天 也不会有一万美金呢 这百分之百是诬陷 请你冷静一下 如果你是一位连接的干部 就应该有勇气接受组织的审查 郑书记希望你积极地配合组织 查清楚问题 我会积极配合的 可 可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吗 我从没收过胡月二送的钱物 别说一万美金 就是连一根草我也没收过它的 你再好好想想 他有没有给你送过两条烟 送过 可是第二天我就还给他了 是什么牌子的烟 万宝露 你没打开过那两条烟吗 没有 可是胡月二说 送给你的两条烟里 加了一万美金 你还给他的只是两条烟 里面的美金没有了 你有没有打开那两条烟 没有 你刚才说 胡月二给你送烟的时候 你不在家 你爱人 有没有可能打开过那两条烟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我相信我的爱人 如果他发现烟里有钱的话 会告诉我的 雪凤 什么事回来的 刚回 找米县长有点事 雪凤 米县长出事你不知道 米县长出什么事 有人告他受贿 因为基建委已经派这些小组来调查了 米县长怎么可能受贿 我也不相信 可是胡云儿写在那署名上高兴 要不然是基建委也不会这么重视 你有事找陈书记吧 苏角梅同志 我们也希望把米县长同志的问题搞清楚 有些情况需要向你核实一下 希望你能积极配合 林水乡的胡月二送的两条烟是你收的吗 是他把烟一扔就跑了 你打开看过那两条烟吗 没有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 胡月二送烟的时候 还有谁在家吗 还有我弟弟苏小军也在 你弟 他动过那两条烟吗 当时我就把那两条烟给他了 米树林回来让我去要 我觉得这么做挺没面子的 所以我就去商场买了两条给了米树林 就是说米树林 还给胡月二的两条烟 是你后来买的 对啊 我还买的是相同的牌子呢 你是不是从米树林家 拿回两条万宝路香烟 对 我拿了 你把烟拿回家就打开了吗 打开了全打开了 里面有什么 里面就是就是烟啊 没有发现别的东西啊 您指的什么东西啊 比如现金钞票一类的 没有没有 这个绝对没有 刘一龙同志 里面真的只有烟吗 是的 你再好好想想 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您指什么 有人反映 那两条烟里放了一万美金 没有没有 里边只有烟 没有别的东西 他米树林敢说没拿我那一万美金 他太卑鄙了他 那一万美金 是我一张一张卷起来 塞到烟盒里边 我亲自送到他们家 他老婆出来呢 你先坐下 你喊什么呀 就算你说的是真话 也没什么好喊呢 你这种行为是行贿 懂吗 我知道是行贿 可他米树林身为一线之长 他就能受贿吗 什么呀 你不是洗澡吗 你洗去吧 哭什么呀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不是这样 我知道你没受贿 可是他们凭什么把屎喷子往你身上扣 你这就是不成熟了 我们要充分地相信组织吗 假话永远撑入了真理 只要你能相信我 就别管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 我当然相信你了 你现在是停滞烦醒 早晚会把你这线人给撤了呢 撤了也好 最起码 我能在家里 多帮你干点家务 也能好好陪陪你 是不想看见你难哭 听说你姐夫已经被停职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都是咱们惹的祸 要不是当初咱们隐瞒了那一万美金的事 他怎么会这么被动呢 小军 我觉得咱不能再瞒下去了 他要真背上这个黑锅 他就完了 咱不但害了米树林 还把你姐他们一家子人都给害了 小军 我觉得咱做人要讲良心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 你倒是说话呀 你要是不愿意去说 那我就去了 你还有完没完了 好 好 好 请进 小周 陈书记 陈书记 这是你要的材料 水厂的进度报表 好好好 陈书记 那我先走了 小周 你先别走 我问你点事 什么事 是关于米现场的事情 你听到什么议论了吧 也没听到什么 你相信米现场受贿吗 说实话 我不相信 为什么 也不为什么 我跟米现场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凭我的直觉 我相信米现场 不会受贿 陈书记 你相信吗 我也不相信 现在情况都没有搞清楚 在没有定论之前 一切传言都是不利于工作的 所以我希望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各级干部 都应该做到 不听不信不传 你把这个意思 也带到下面去 好吗 我明白 陈书记 好 在下面好好干 不要辜负 米现场对你的期望 有事 我会让办公室通知你的 我知道了 去吧 那我就把话 说得再白一点 事情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我想 你应该明白 刑贿 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胡愿是刑贿者 他肯定是跑不掉的 你们胡家 已经有一个儿子 进了监狱 我想 你不希望 有第二个进去吧 希望 你能好好想想 你胡家 对申田县的经济发展 是有贡献的 在农机配件的工程中 能尽早地发现问题 及时地采取措施补救 我听你家老大说 是你坚持要这么做的 这说明 你胡二丹 还是有良知的 希望 你今后能教会你的儿子们 能堂堂正正地做人 姐夫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贪财了 我不应该瞒着你 姐夫你放心 这事我不会让你背黑锅的 我现在找他们去谈解 把事情告诉他们 说我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已经晚了 不晚啊 我可以跟他们解释吗 而且你确实不知道呀 小军 你已经跟人家说了 那烟盒里没有家 现在又说有 最简单的解释 就是串供 小军 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呢 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呢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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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啊 跟你姐把情况说清楚就行了 对不起 姐夫 真对不起 敏县长 三哥 以后 就不要再叫我现场了 我已经被停止了 我听说了 你相信我受贿吗 怎么说呢 我是真的不愿意相信 不过我还是想听你亲口对我说 你没有受贿 我是没有受贿 不过 护院的确给我送了一万美金 沈总 一万美金能折合多少人民币 按照现在的汇率 大概是八万六千块钱吧 你能不能借给我八万六 干吗 你想退换赃款 这你就别问了 请进 你好 你是苏小军 对 你有事吗 我是来反映问题 不 我想把烟的事说清楚 来来来 请坐 好 上次你们找我 我没有说实话 我撒了谎 那两条烟里确实有美金 整整一万美金 这个事我没有跟米淑勒说过 他压根不知道烟里有钱 这是真的 全是我的错 请你相信我 这次我说的是真的 爸爸 平常都是妈妈送我 怎么今天你送我了 是爸爸向你妈妈行贿 你妈妈才同意把这个机会 让给爸爸 你骗人 你是不是不当县长了 爸爸不当县长好不好啊 不好 为什么 你要是不当县长了 说就不让我当班长了 走 去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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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オ 优优独播剧场——YoYo走了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 大松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这个时候你还来看我 不怕有嫌疑吗 当然我怕担嫌疑了 可郑书记一定要让我来 我只好遵命了 郑书记让你来看我 对啊 不会吧 那有什么不会的 郑书记还要亲自来呢 来了也好 来了明确地宣布 撤了我的职 这样啊 我也能彻底轻松一下 大松 你放心 我米淑玲还是有这点承受力的 老米啊 我想你的饲养准备肯定是不够的 淑玲 看看车里 郑书记 王部长 你们谈过了吗 我想既然您来了 您还是亲自跟他说吧 郑书记 您就说吧 我 不怕打击 米淑玲同志 我代表市委跟你谈话 你的问题已经彻底查清楚了 你是一个正直的好干嘛 我代表市委任命你为中共深天县县委书记 祝贺你 祝贺你 树林 祝贺你 是